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的口味比较重一些 在吃肉的时候不喜欢吃完全熟透的人 觉得这样没口感 但是专家呼吁大家 在炒肉的时候一定要炒熟 尤其是家禽民类的肉类 如果肉比较生一些 可能会导致细菌病毒没有被完全插死 可能会引起腹腺或者其他传染病 在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刻 才请大家引起重视 二 不要吃过鱼心辣刺激的东西 少吃辣椒 一些人是很喜欢吃辣的 喜欢吃一些比较刺激的食物 殊不知长期吃这类东西的话 会严重刺激自己的胃部 很可能会引起不湿感 出现腹泻的现象 而在这种比较关键的时期 感染新冠病毒的话会引起发烧 一些人还会腹泻 而此时腹泻的话容易引起误判 不利于保证自身的健康 甚至还会带来麻烦 还请大家重视 三 吃一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 人与人的体质有着较大的差异 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奶蛋鱼肉一类的 富含营养物质的东西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还有些人的体质比较特殊 对很多的食材也会过敏 甚至会对鸡蛋过敏 在新冠病毒传播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过敏源 不要乱吃东西 以免身体出现不适 去就医的话带来众多的不便 综上所述 面对新新型病毒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做好预防 不要掉以轻心 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 以上三类食物不要吃 别不当回事 新型冠状病毒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 但面对病毒时不要恐慌 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基本的防御 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 出现呼吸道感染及时就医 在这里 小编整理了五种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 希望能帮助大家预防病毒的威胁 西兰花 西兰花中含有维生素C和二流氛流酮 可以降低形成黑色素 对肌肤有很好的美白效果和抗衰老功效 其次西兰花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K 能改善心血管功能 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克服助治疗糖尿病 2.白萝卜 白萝卜性两味肝 其中所含的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 新含量丰富 能够有效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具有很好的消炎功效 可以辅助治疗多种疾病 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 能够帮助促进肠蠕动 消除便秘 有效排除体内低诱素 改善皮肤粗糙状况 此外白萝中的木质素 能提高吞噬癌细胞能力 具有防AI作用 3.洋葱 洋葱所含的环蒜蛋酸是降血脂的有效成分 能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可促进钠盐的排泄 洋葱 洋葱能帮助细胞更有效的利用除阴糖 有效的预防糖尿病 洋葱中含有的流质和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有助于去除面部老年般 洋葱中含有一种最有效的天然抗癌物质骨光肝功 它能控制癌细胞的生长 4.丝瓜 丝瓜中含防止皮肤老化的B族维生素 能保护皮肤消除斑块 是不可多得的美容佳品 其次丝瓜中维生素C含量较高 可用于抗坏血病及预防各种维生素C缺乏症 最后具有保持皮肤弹性的特殊功能 能美容去皱 5.生姜 生姜不仅营养价值高 还是一种药食兼具的食材 将具有的功效很多 将含有丰富的姜酮 可以有效的止住呕吐 其次将可以清醒头脑 保持情绪平稳 将可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皮肤修复损伤 达到趋斗应序般之效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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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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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